嗨,大家好,我們是3D列印良品,我是蘇老師 今天要示範我們把這個3D模型 把它匯入到我們的MeshMisser裡面去 然後做一些3D列印印前的一些準備工作 例如像是拆件、剪面、補破面、做卡榫、公差 然後之後的一些套色的想法跟一些套色怎麼樣去做分件的一個使用給大家 今天我們示範的範例我是在他們的一個模型 3D模型的一個販賣平台上面去找到的 大部分其實都是要收費的比較多 收費的比較多 我邊有找到一個作者,哇這個作者要上傳其實蠻多東西的喔 那它裡面就有一些是屬於這個免費的一些造型 例如像這個豪鬼,頭像 快打旋風裡面的這個頭像 那我們今天就用這隻來做示範 那它是免費的,所以我們要點進去的話 就可以做下載的動作 當然一定要讀車帳號 那我已經先把它下載好了 把它丟到我們DemissionMisser裡面去了 好,那我們就開始喔 OK,那丟進來了其實 在這邊喔,其實它蠻大的喔 蠻大的,然後花了一點時間才丟進來 所以在丟進來的時候大概 我們看一下它的這個大小 它大小大概是 將近快一千多面了吧 我記得沒錯的話 好,看這邊 二十百千萬,十萬百萬千萬 你看一千千多萬面喔 好,模型,所以這邊非常大 丟進來第一件事情呢 我們就是先做這個 剪面的動作 剪面的動作 好,那這個時候進來之後呢 如果真的碰到這麼大的的話 你就先Ctrl-A 就Ctrl-A 好,我們選起來之後呢 我們就先到 Edit這裡來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 做剪面 Reduce的一個指令喔 按下去喔 按下去 它還是會跑很久喔 下集結束 再加他 鏡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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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